因此 有一次我在跟 宣传系统的大领导 好多年前 我在说的时候 当时我的那个题目叫 用讲故事去做好新时代的传播 其中我开篇的时候就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说首先我们就要思考 什么是主流媒体 过去我们说到主流媒体 很简单 拥有我党悠久的传播历史 并且传播主流价值观的媒体 对吧 你看主流价值观 还有主流的历史 可是今天 我说 我觉得要改一下了 主流媒体得是拥有 悠久的传播历史 传播主流价值观 并且在舆论场上 拥有主流的影响力 如果你不管拥有多悠久的历史 不管你如何传播主流价值观 但是你已经边缘化了 不再有主流的影响力 手机上人们都不下载你 从来不看你 慢慢你再逐渐边缘化 你还能叫新时代下的主流媒体吗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现在想要拥有主流的影响力 就再也不是耳提面命 而是要通过增加自己的魅力 吸引力和诱惑力 让你选择我 下不下载哪个APP 看不看哪个公号 完全是由你们在座的几千人 自己决定的 而在这个决定的背后 是你的屏幕密码 你完全对此负责 甚至连家人都没法去监测一下你 现如今的手机被偷看的空间极小 因为密码归你自己所有 我的手机我做主 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所有的媒体 在面临这个心的时候 就要去思考增加自己的心力 诱惑和魅力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集体去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这几年 提出了讲故事这个概念 讲故事是跟什么对应的 我觉得讲故事提的太是时候了 它是跟过去我们习惯的 讲道理相对应的 那是不是大家把它变成了一种矛盾 讲故事就不讲道理了 错 作为传媒 如果不用专业的能力 上来就讲大道理 效果就是不入心 不入脑 不入耳 你假装传播了 我假装收看了 咱们假装鼓掌了 现在的问题 提出了讲故事 其实更深的层次就是 要在新媒体的环境下 以受众为中心 以到达为目的 要运用讲故事的这种专业手段 背后藏着你想传播的道理 入心入脑入耳 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 这是此时传媒最大的挑战 因为你不能耗着人家耳朵了 所以我们才提出了讲故事 而在讲故事这里 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 传播必须有效到达 其实传播 长期以来 到达才是真正的目的 我发明了一句话 话操理不操 任何不以到达为目的的传播 都是耍流氓 所有的传播 必须以到达为目的 而要以到达为目的 就要回到专业精神 我曾经包括在台内 包括跟中央的这个首长当面 我也都说过这话 我说中央电视台这个地方 当然是要讲政治 但是一定要用 讲业务的方式讲政治 这样才能够 完成党 政府 社会各界 交给你的任务 如果你直接讲政治 最后低级红 高级黑 不能到达 还起到了反向的效果 您是帮谁忙呢 那么从其他的传媒 包括我们的个体 都是如此 应该去锤炼讲故事的能力 用我的一句话来说 现在才开始 号召大家讲故事 完了 但是现在如果 还不学会讲故事 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而要讲好故事 当然就不那么容易了 就要回到专业精神了 这就是为什么 新闻系 传播系 什么专业要学四年 甚至还要读研究生呢 我看了一下 他们国家图书馆的人员构成 国家图书馆的人员一共一千四百四十人 研究生加博士 八百五左右 接近百分之六十 我们现在对人才的这种要求是越来越高 大学本科标配 今年加上了高职扩招一百万之后 中国今年的高考入学率接近百分之九十 可是反过来 对专业和人才能力的需求变得更高 因为要讲好一个故事需要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 人 第二个 细节 第三个 节奏 第四个 情商 这一切都是因为要以到达为目标 传播最重要的因素是以到达为目标 所以想做好它不容易 那就更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因此新媒体新的第二个 大家其实就记住一点 刚才我从女同学这儿 把这手机拿过来 你就想到都有密码 屏幕是隐私 神圣不可侵犯 因此由传播者主导 牢牢地变成受众者主导 要由出发为完成任务 不对 要以到达为完成任务 任何不以到达为目标的传播 都是耍流氓 大家就清楚了 所以讲故事不是不讲道理 是为了更好的讲道理 有人说 世界上最难的事 是把你兜里的钱挪我兜里来 有人说不 还有一件事更难 什么 把我脑子里的想法挪你脑子里去 但是请注意 美国的好莱坞 是同时把这两种最难的事都做到了 他把你兜里的钱挪到了他兜里 把他脑子里的想法灌到了你的脑子里 别跟我说美国 不做他的这种价值观的传播 可能比谁都狠 但是他在寻找一条非常有效的路径 而这种有效的路径 就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讲故事的能力 好莱坞的电影 可能大多都是以五分钟就能看明白的一张纸 故事梗盖 作为跟投资人去谈的因素 这个有好故事了 可能就会变成电影 这个好故事一定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 第七分钟日本人哭了 第七分钟法国人哭了 第七分钟中国人也哭了 而绝不会是第七分钟日本人哭了 第八分钟法国人哭了 第九分钟中国人才哭了 不会 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讲故事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在面临了很多很多挑战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现在的贸易战非常具有挑战 我觉得更大的挑战在贸易战的上边等着我们 那就是你如何跟这个世界对话 如何去创造引领人类前进的价值观 并且让这个世界接受 这是更大的挑战 所以恐怕要从提高媒介素养和讲故事能力开始 看来我们一定要好好提升下自己的媒介素养了 不然连朋友圈都发不好了呢 你连朋友圈都混不好 对对对 还有讲故事的能力 要不就没办法把我的小编事业 往海外拓展与世界接轨了 另外 为什么在白岩松老师心中 现在是华语乐坛最烂的时代呢 此时是华语音乐最烂的时代之一 以及爆料他是如何在今年的外卖市场上 大杀四方 所向披靡的 每天在吃塑料 第三个心是什么 我大学毕业之后 送到了农村锻炼一年 回来了之后 分到了广播电台里的报社 分到了报社几天之后 开始做本版编辑 第一件事就是领版样 看似一张白纸 比现在帅多了 你看我说假话脸都不红 领来了一张报样 这个报样可能没有做过报纸的人不知道 这个报样是什么呢 密密麻麻的小格子 五千多个小格子 也就是说这一张报纸能装五千多六号字 或者五号字 因此任何一个编辑 做传媒的编辑 首先就明白一个道理 我是有限制的 我是有边界的 我这一周的这一版上只能登五千多字的内容 所以我要精选稿子 选完了我还要筛 剪 起标题 要简练 因为都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跳舞 版面的限制 一直是传统媒体的一个 既有优点 也有强大缺点的特征 你看 中央电视台五套 如果说今天晚上十点 播了女足的比赛 五套就不可能再播其他比赛 他就要挪到五家 去播纳达尔跟蒂姆的决赛 但是如果同一时间 还有英格兰和瑞士的 欧洲友谊赛 第三名的争夺 就没地儿播了 因此你发现 传统的媒体是有版面限制 是有边界的 但是到了新媒体 当你随便进一个 比如说有体育版权的网络 网站 你会发现 同一时间二十几场比赛 你只需问自己 你想看哪一场 它没有边界 没有版面的限制 它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它的海量性 和它的没有边界 是新媒体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它可以无限地拥有 这是新媒体跟传统媒体 巨大的变革 报纸 24个版 就24个版 广播 这个频率从早播到晚 就它了 电视 中央电视台 现在已经有15个频道了 马上要有16个 17个频道 再加上一些数字频道 也就OK了 我们现在打仗打得厉害 就在体育这方面 因为经常一到周末 就同时比赛 电视没法解决 只能优中选优 当我们的新媒体 开始进入到 没有边界 没有版面的限制 海量的时候 问题出现了 那我提出几个 供大家去思考 第一个 把关人角色 开始锐降 过去 一家媒体 由于版面是有限的 它要优中选优 经中选经 作为一个编辑 我必须扮演 把关人的角色 然后 做出最好的版式安排 但是现在 由于不存在这个概念 海量信息扑面而来 你就想想看 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 又玩了几百米了 在手机上就这么拉 它永无尽头 除了头两条 或者头几条 似乎还有点 它的这种选择之外 剩下是海量信息扑面而来 由于它什么都可以存在 它就没有 我必须在五千字里 跳好最好的舞 的这种巨大压力 有的时候压力 也是一种动力 那么对于受众来说 当版面是有限的 如果你信任这张媒体 它提供出来的内容 就是 经中选经 优中选优 好中选好 但是现在在海量信息的面前的时候 编辑基本大量放弃了这个职能 交给了你 但是你以为你很有选择权 牛啊 但是请注意 技术正在利用海量信息 变成投你所好 这是新时代的选择方式 那你觉得蛮好啊 投我所好 好 你觉得好就好吧 真好吗 投其所好 一个相当重要的弊端 就是 让你原地踏步 不提升你 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一句话 一定要在求学和青年阶段 喜欢不喜欢 喜欢别扭 因为所有的不喜欢当中 蕴藏着相当大的比例 是你不熟悉的领域 你如果制止了自己的不喜欢 靠近了这个不喜欢 你就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空间 你就长能力了 如果这块让你感觉别扭 说明不是你熟悉的知识体系范畴 一旦你能够靠近它 突破它 你就进步了 我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在做直播 我们中午定选题 晚上直播 中午定下的选题 不是我熟悉的 它是个大新闻 但不是我熟悉的东西 那我硬着头皮就要去靠近它 靠着靠着我就熟了 比如说上周五 我做5G发放牌照 6号 那我看了一下午 晚上又跟专家碰 我懂了 我就由一个陌生人 变成了熟悉5G的一个人 当然我还有更大的空间去提升 那这不都是因为 或主动或被动的 喜欢不喜欢和靠近别扭 所带来的后果吗 但是 头你所好 买了一双袜子 这一个礼拜 给你推荐的都是袜子 你都买完了 于是导致我们相当多的年轻人 好像 在看了很多新的风景 最后你发现 原来你是在一个十字的路口 没离开这个广场 因此这是第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 当海量信息了之后 诞生了现在新媒体 第二个 我觉得都是拿出来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同质化 那你觉得很纳闷 怎么海量信息反而带来同质化 对 海量信息反而带来了同质化的现实 因为过去在有限的空间里头 各个报纸遵循的是编辑的选择 和这家报业的价值观 和他们掌握的材料 所以反而 在有限的空间里跳舞 各不相同 个性很突出 但是现在在我的手机上 我同时下载了几个新闻的APP 我觉得我是干这行的嘛 我当然要下载很多个新闻APP 都要看 因为我要想选题 现在我筛的就剩两三个了 因为他们长得一样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的手机上在发生了一件事 比如说女排得冠军了 或者这个新闻发生了 你在15秒之内 大约有七八个APP 同时给你推送这条新闻 他们现在的竞争压力是 别人要有的 我一定得有 我是不是有独特的 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别人要有的 我一定要有 所以出现了大量的 同质化的范畴 第三个 隐 由于新媒体的属性 新的传播时代的到来 它具有的没有边界 也就是没有尽头 所以在座的无数个人 现在正在成为手机瘾的患者 前不久 世卫组织正式通过游戏障碍 为一种新的疾病 它有很多个判断的标准 这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游戏障碍 列为一种疾病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要有它的诊断标准和治疗等等相关的东西 我就说再下一步也许是手机瘾成为一种疾病 那么想要成瘾 它有很多的条件 比如说获取方便 这手机获取太方便了 你的外挂器官嘛 每天你觉得都不能离开它 随时在身边 要不就慌 还有这个等等很多其他的元素 但是其中有一个 很少有这样的文化用品 没有尽头 没有尽头是成瘾的重要特征 什么叫没有尽头 一张报纸24版 花多少时间看完完 一本书哪怕900页 要么选择不看太厚了 要么我也知道 我用三天的时间把它看完 一场足球90分钟 顶多120分钟结束 手机有头吗 各位发现手机有头吗 你只要在一个APP上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说具体的名字了 你只要用手刷 它就不断地有新内容 永远没有尽头 那么你们说了 哎哟 现在人家这个技术可好了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半小时的防沉迷系统 到了一个半小时就会提醒我 我说这个相当于卖酒的地方提供代价 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不喝酒 而是让你放心地高高地喝 反正最后有人给你拉回家 手机所谓的一个半小时提醒功能 其实恰恰从另一个角度产生了一种麻醉 随便玩 到一个半小时我提醒你 你不用有负罪感 然后他好像因此也没负罪感了 可是你一个半小时被提醒 隔了一会儿你又开始玩了 在座的各位不经常是晚上临睡前的时候说 一看表 哎呀十二点半了 好吧我再看十分钟的结果 等再一刷 呦一点五十了 抖音看得完吗 你们总觉得下一条会特别好对吗 但问题是下一条特别好吗 当海量信息和没有边界之后 就正在产生一种隐 再然后产生了什么呢 人们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 上一周文汇报 头版登的是 现在网剧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因为器具率前所未有的增高 四成的人看不完前三集 你们自己很清楚 快进现在成为一种看剧的标配 也就是说连网剧 现在已经到了被快速器具 人们没有耐心 是 刚才进各位学校的时候 路过一看 有热干面 我对热干面有很强的情感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看到了大家很少去关注的一个小细节 去年去河南 去我常去的那条街 原来那条街上有四家羊肉烩面馆 现在剩一家了 剩下三家都变成了热干面馆 河南呢 郑州啊 热干面应该是湖北 武汉呢 我问为什么呀 哦 后来详细再去了解发现 现代人在海量信息和海量物质的面前 方便变成了第一位的选择要素 味道等等质量等等其他的东西在下降 并不是说热干面质量不好 而是热干面一是没有汤 二是走着就能吃 居然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第一选择 也就是说方便成为重要的因素 大家想想 是不是在你们的身边也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在座的各位 现在每天都在面对海量的可点单的外卖 最后发现你吃来吃去 都是选择了最方便和最简单 占据了大比例 我以51岁的年龄 非常同情地看着你们 每天在吃塑料 全是塑料一果 就来了 也就是说当时代 当信息的提供 开始进入到海量空间的时候 并不代表质量的提升 反而可能是下降 因为人们要以方便 作为第一选择 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流行音乐 最方便获取的时代 对吗 大家随便手机上 成千上万首歌随便听 请告诉我 您会有耐心地听 搜寻好歌吗 我们这个时代是否因为 我花五块五买了一盒磁带 我不听它三十遍 亏得慌 但是听了二三十遍 很多第二眼美女的好 就被我听出来了 可是现在 听了不到两分钟 难听 切了 于是创作者没有耐心 创造第二眼美女的歌 在座的各位 也越来越见不到 第二眼美女的美女 一切都以方便为目的 这是当没有边界 和海量信息之后 给我们带来的又一个挑战 所以我还可以往下去拉 很多很多 还有很多 但是我觉得姑且谈到这儿 我只是提出这几个问题 在海量信息的时代 和没有边界的时代 我们共同去思考 能不能止住尹 取决于你自己 我觉得 要想优秀 就得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不多深谈了 最后拿什么去做结尾呢 别忘了 我刚刚一开始说的那句话 媒体的变革 传媒的变革 一直是一个翅膀是技术 另一个翅膀是内容 内容优先 永远是一个定律 我忘不了 今年两会的时候 我作为全国政协员 我的同组 是上海艺文出版社的老总 他们这几年出了很多好书 像《长乐路》啊 《鱼翅与花椒》啊 《看不见的美国》啊 等等等等 很多非常好的书 他在今年两会的发言上 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但凡纸质书卖的好的 电子书卖的也好 但凡纸质书卖的不好的 电子书也卖的不好 几乎见不到 只有电子书卖的好 然后纸质书卖不好的 没有 我觉得这一句话 又点醒了好多人 技术永远会不断地更新 什么才是你的饭碗 我认为 你应该永远成为 最优秀内容的提供者 这样 不仅在传统媒体的时代 你活得很好 在新媒体的时代 你依然活得很好 甚至更好 我从不认为 在传统媒体时代 活得不好混日子的人 在新媒体时代 就可以立即活得很好 或者说可以活得很好 很难 更不要产生一种幻觉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人来说 还应该怀念传统媒体时代 因为在传统媒体时代 你还可以抨击几下 新媒体对你的打击 然后去掩盖自己的不足 所以提升自己 才是迎接注定会不断变化时代的 唯一方式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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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